世界正在经历一个独特的时刻 在过去的五六周内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染的人数 可能比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多 《华尔街日报》2月6日报道说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和模型显示 自去年11月下旬奥密克戎出现以来 估计有超过六分之一的居民 感染了中共病毒 当局估计在丹麦大约五分之一的人 感染了这种病毒 在以色列九分之一的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追踪全球健康状况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与评估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·莫里说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时刻 如此多的人同时感染了病原体 弗雷德哈奇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 特雷福·贝德福德估计 截至一月中旬的高峰期 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感染了奥密克戎 到二月中旬疫情趋缓的时候 这一数字可能会翻一翻 他在推特上发文说 在八周内约40%的人口被单一病原体感染 是非常不寻常的 我想不出一个明显的现代先例 他拿流感病毒做对比 流感病毒在16周内可能令10%的人感染 奥密克戎疫情跟前几波中共病毒疫情不同 前几波感染的人数较少 而且经常在不同时间全球不同地区爆发 而当前这一波主要是全球性的 尽管亚洲部分地区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奥密克戎爆发 墨西哥传染病专家布伦达·克拉布特里 在推特上说 如果你现在没有朋友被感染 那你就没有朋友 不是每个被感染的人都会生病 IHME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估计 多达80%至90%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 而Delta变体和流感的无症状感染者 比例相似 约为40% 尽管如此 奥密克戎仍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制造创纪录的患病人数 莫里说 即使只有5%的感染者生病了 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他所在大学的医院中约有10% 约900名员工要么生病 要么接近生病 流感虽然不如中共病毒爆发之前那么流行 但也在传播增加了患病人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 从去年10月开始到目前为止 已有200万美国人感染了流感并出现症状 中共病毒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三方面的 一 那些生病的人 二 那些不得不留在家里照顾生病家人的人 以及三 那些没有症状但检测成阳性的人 他们由于工作单位和政府的防疫指导方针 而不得不待在家里 结果 无法远程工作的人数空前的大 这对医院 航空公司 学校和体育赛事造成了影响 在巴西 上周里约热内卢有多达五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请病假 据墨西哥最大的工业商会Copamax估计 最近几周 墨西哥10%至13%的工厂员工请病假 商会劳工委员会主席李卡多·巴伯萨说 一些制造业的公司劳动力流失率高达20%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威廉·沙夫纳博士说 就全球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感染同一病毒的百分比而言 奥密克戎的传播规模和速度 只有1918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能与之相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